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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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部分就是在这边绕过去的小餐, 有点小餐,有点小吃, 好,我还记得你这边绕过去的, 我记得我们没有记得,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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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这个演讲我基本上是在车上停的 因为我来的比较迟 那么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太可能看到蓬佩奥的车队 因为 他是从另一侧去 撤离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国务院的 工作人员 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人在欢呼 是吧 他们买了一些支持川普的这些旗帜 帽子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 声音 但是这些声音其实 因为我选择的这块场地呢 是 不是最合适的 是吧 其实他的演讲的场地 前后都是 安保都是比较 比较严的 我们可以看到警察 也可以看到一些军人 其实我们在来的路上 也看到了一些 来自国务院的一些安保人员 但今天这个时刻 挤到这儿 即便没有机会 近距离的接触 因为我们知道 从整个演讲的过程中 我们能听到的两个中国名字 是王丹和魏京生 但是今天并不妨碍 许多身在美国的华人 也参与到了这次会场中间 我知道有很多人在 演讲之前 就赶到了会场的附近 因为他的这个 交通管制 是从一点钟左右开始的 那么这个交通管制 我估计至少还要一个小时 才会撤除 我们来的路上 也看到一些中国人 离开了 但到现在为止 我知道还有一些熟人 正在赶来的路上 是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意义的时刻 因为他选择了一个 打开中美蜜月的 总统的图书馆 在美国 卸任的总统会有一个 私人图书馆 一般会建在他们的家乡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尼克松 亲手拉开了 中美之间的蜜月期 而川普今天明确的说 蓬佩奥今天明确的说 共产主义是已经破产了的信仰 而习胖 连同他的管理团队 已经被 整个世界 所觉醒了 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能看出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基于意识形态的 对立 在他发表演讲之前 我们就 一直在 给他定位 试图给他定位 我们都说 两年前 彭斯发表的 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 对华政策的演讲 在 他应该是在华盛顿 是吧 在这个 哈德逊研究所 发表的演讲 你可以把它认为 一个大时代开始 它已经开启了 从意识形态上 两国之间的问题 而不仅仅是贸易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蓬佩奥的这种 讲话 通篇听下来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新冷战的开幕 为什么是由他 而不是由川普 来做这件事呢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 他可能要竞选 2024年的总统 那么无论是彭斯 还是卢比奥 都有可能参选 但如果说在 共和党这个 参选人的对类中 卢比奥和 彭斯 都不一定是最合适的 那么2024年参选 共和党选出来的这个 总统候选人 极有可能 是蓬佩奥 他今天所做的一切 会在他个人的历史上 留下光彩的一页 他今天说的话 没有什么新意 只是由他来输 还是很令人振奋 因为他不仅是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专业军官训练 而且他在冷战时期曾经担任过陆军的军官 他在冷战的前沿 他当时就知道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东西 到今天为止 他还试图 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 那么我们都知道 实际上这很难 但是美国人正在这样做 蓬佩奥担任过国会议员 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 现任是国务卿 他与许多国家的元首 以及情报官员 都曾经有过密切的接触 对冷战中 中美苏三者的定位也非常清晰 应该来说 他今天的这个演讲 确实会让人感觉到振奋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都将被写入历史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